举兵反兴 光复大明 和会咱足足的江山 这伙逆匪居然有胆子打进全灵行宫 真要在衍生功夫看到猪腻的人头 明星带的奴才办不好的事情 希望你能办好 遵命 你们这些废物 区区一个猪腻就能让你们疲于奔命 可真是好样的 背下不能为主子分忧 实在是罪该万死 卑职无能 不能为皇上分忧罪该万死 还有你们两个 一个行宫守卫参将 一个内务府总管 不仅没能守住行宫 居然还有脸面谎报军功 奴才该死 把这两个混账东西拖出去 消首示众 朱尼最早出自于宁阳县刘妙村 对于这些刁民全不改了 回复大爷 刘妙村的刁民都不见了 废物 本都不是让你去宁阳县杀那些刁民 而是去宁阳围剿他们 对对对 背下这就派人去一蒙搅的那些刁民 请堂官泡茶 公子稍等 小的剧情掌柜的来 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所来又为何事 在下姓朱家里排行老三 只是与万云龙沾青带故 这次便是来寻他 不知有何凭证 之前青木堂烧三把半箱的柯民志见过 万云龙早就有一任祖归宗 自玉皇山后一直不知道该何处去寻当家的 家兄在 公子也可知福康安已经出京的消息 不知 乾隆老狗得知了行宫被毁的消息后 让福康安奉旨出京 今天下午应该已经到了四水县 还请公子也尽快想办法通知当家的先行避开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先告辞 至于万云龙想要拜会我家兄长之事 也只能先拖一拖了 小人这里有二十余个好手 都是对家里忠心耿耿的汉子 他们知道联系各地亲戚的法子 若是公子也信得过 可以让他们跟着回去 那有什么信不过的 等朱老三带着人离去过后 掌柜的脸色反复变换 过了半晌忽然一咬牙 派人联系八卦娇跟白莲教邀请他们立即起事 另外通知万云龙说青木堂找到了小主人 问他是亲自来拜见还是请去岛上 是不是太仓促了 且不说这小主人是真是假 就算是真的也不至于邀请白莲教跟八卦教计是吧 自从朱三太子案之后 这天下反清的力量便是一盘散沙 今天你反明天我反 总是被打死各个击破 所以无论小主人是真是假 他都必须是真的 既然如此 那这就派人去联络 得到朱老三带回来的情报后 朱小松立即把玉皇山的一众头目召集了过来 现在咱们的反清一军有三百六十人左右 加上刘妙村的百姓 共有一千五百人 想要依靠这点人 硬刚扶康安 根本不行 万一被他知道了 我们再梦凉顾 只怕接下来的仗会很难打 就俺们这些人的脑子 加一块都没打当家的好使 你直接说咋办就是了都听你的 没脑子 让你死去不去 俺当初就说过这条命是打当家的 只要您吩咐我立马去坐 坐下 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拿出来说说看 既然大家都不说话 那我来说 咱们这些人哪个没受过打子官府的欺压 要我说既然已经造反了 那就轰轰烈烈的干一场 大不了就是个死 也总好过窝窝囊囊的活着 怀文叔说的对 大不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就算是死也得咬他打子一块肉 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好欺负的 光靠咱们这点人只会白给 而且孟良顾这地方抵抗不了那么多的打子官兵 二牛现在有个可能会送命的事情交代给你 敢不敢应驾 还是那句话 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你跟老三两个带着部下 前往徐州 一路上就按照原来的法则打猎身 一边打一边吸引轻壮 加入你们的队伍 等到了沛县附近 立即转道向西 往延安府的方向打 等到了延安 再转到四川 争取在四川那边 把动静闹大 那打当家的你呢 我跟老三带人走了 山上的人手不是更少了 大哥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 要不然的话 还是你带一部分人走 我跟二牛哥留在山上 没什么危险不危险的 你们虽然带人走了 可是咱们山上的人手也不会少 等一会你们出发了 我就让你二哥带人去山下的庄子 把乡亲们都接到山上来 载动员接上来的一部分轻壮 那也没必要把附近村子的乡亲们都接山上来吧 现在万事出力 既要应对打子的进攻 又要安置乡亲们能顾得过来吗 顾不过来也得顾 这次是福坑安 那个狗达子领兵 此人心狠手辣 难保不会对乡亲们下手 所以还是把他们接到山上来 更稳妥一些 当然你们下山之后 我也会在周边闹点动静出来 以免他们注意到山上 这边在商量完对策过后 达子这里也在商量如何对付朱小松 那朱尼不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吗 这次咱们就挨个村子途过去 要么自己现身出来 要么本府把这些刁民都杀光 不仅能让你名声变臭 还能让你变成无根之瓶 明星是满大野涂了村子没事 有可能到最后背锅的是自己 府台大人想要找到朱尼的踪迹 根本用不着挨个庄子涂村 讨若挨个村子涂过去 就算最后搅了朱尼 只怕万岁爷那边也不好交代 若是不涂村还能搅了朱尼 岂不是更嫌府台大人的本事 嗯 说的确实是个理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一蒙一带 也就是蒙山一山 能够藏住几百历匪不被发现 而这其中 又以那几个库子的地形最为显要 朱尼不是每到一地 就杀是身份粮食吗 咱们就派人 到那几个库子附近的村子挨个探查 看看哪个村子的尸身宝甲被杀了 那就说明 哪个村子遭了匪 如此一来 这范围自然也就小得多 哼 那就两天时间 如果两天之后 还是找不到朱尼的踪迹 就挨个村子途过去 总之 不能耽误了万岁爷南下的正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